雪光雾镜,雪魔洞窟,嗡,一股强后无比的时空波动猛然降临,紧跟着一道白袍身影凭空出现,这股强大的时空波动便迅速消散。 这次,镜直接叫我传送到了雪魔洞窟,真不懂时空传送阵的传送规律,五渊目光扫过周围环境。 正是当初和卓海岳扣雷联手闯荡之地,层层冰雪延伸而去,传送过来容易,等想回时空岛可就要麻烦些了。 无渊暗道,从时空岛乘坐时空传送阵,付出一千神经,即可降临曾抵达过的道界大致区域。 想回去?除非是刚好完成时空任务,有回归特权,否则就要靠自身了。 不过,其他印记者担心的是,我基本不必担忧。 无渊微微摇头,心面一动,嗡! 无声无息,无缘所处的空间猛然扭曲,紧跟着他就已置身于无数诡异丝线中。 无数丝线,进阶平行,宛若细流般。 正是超越物质空间层,空间碎片层至上的更高维度,空间乱流层。 时空,真意,媲美空间道遇,普通空间,星君论对空间感悟,比我强不了太多,数同一层次。 无缘暗道,只是我的法力终究太弱。 若有星君法力,无缘法身如今能跨入空间虚无层,那才较可怕。 如今对空间的掌控程度。 无缘能踏入空间乱流层,只能说和空间星主,普通星君相当。 当然,正面搏纱尚且不如,得多多小心,暂时也够用了。 雪光雾镜,星君又进不来,这里最强的也就星主。 无缘微微摇头,空间星主。 上千星主中都难有一位,只要小心些,碰不到的。 况且,就算碰到又如何。 虽说法身不像原身那般生机强大,施展圣禁之术,搏杀凶悍,但拥有始源神主,真要全力爆发起来,同样不招惹。 无缘有足够信心保命。 可以说,只要法身不刻意前往黑魔血窟等极少数险地,无缘自问安全无余。 魔力,我的法身来到雪光雾镜,主要任务就是魔力自身,通过和其他天仙天神的战斗,魔力出更强的战斗意志,战斗技巧,无缘早就想清楚了,其次也是复仇。 之前因黑魔星辰之势,凡袭击过我,又还在雪光雾镜的,全都要报复回去。 有恩报恩,有仇报仇,这是无缘向来的准则。 有能力有机会,还不报复回去,无缘心中念头反而会不通达。 因果,无缘站在空间虚无层中,旋即十二重元神震荡,施展出了因果秘术。 刹那间,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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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足足六道或是较微弱,或是较为强烈的因果丝线。 在肉眼无法察觉的虚戒天地中,紧接浮现了出来,延伸至命运虚戒深处。 命运虚戒,是无数生命命运交汇之所。 因果线,无缘清晰感知。 若它将来达到君主层次,完全可以通过这些因果线,直接攻击到敌人身上去,防不胜防,这便是因果攻击。 因果,最是莫测。 无缘虽没有因果攻击的能力,但通过因果线和空间的重叠,让它得以确认这六道因果线另一端的大致位置。 没想到,运气这么好,近一来就让我遇到六位敌人。 无缘眼眸中略过一丝冷意。 因果感知,并非无解。 首先,有距离限制,像无缘自身。 即便如此,一旦离得稍远,就感知很模糊了。 其次,若敌人实力极强,当无缘感知到对方的同时,对方也有可能感知到无缘。 因果感知,是相互的。 也幸好,当初追杀无缘的敌人极多,凡交过手的,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些因果,加上他对时空参悟程度极高,才能立刻感知出六位。 六位强者,其中两位,似乎只是上仙,放弃,没必要,恐怕只是通风报信的。 无缘也不歇于对上仙出手,意义不大。 而另外四位,冥冥中给无缘的威胁程度,应该都是天仙天神层次。 走,一个个杀过去吧。 越高维度空间,空间收数或扩张的幅度是越恐怖的。 空间乱流中前行一万里,就相当于在物质空间层前往一万亿里。 短短数息,无缘就以相当于在物质空间层前行的约翼光年,接近了目标。 实际上,前行过程中,无缘竭力探查,也感知到不少天仙天神。 但无缘无仇,他也懒得出手。 随距离靠近,无缘感知愈发清晰。 哦,竟然是老熟人,是他。 无缘露出一丝笑容,原以为是天仙,结果还是寻到了一个上仙。 无缘找上门的第一个目标,离玄。 当初,正是他在寒霜乌海疯狂追杀,若非无缘擅长时间法则, 差点就没逃脱。 有阴便有果。 无缘喃喃自语,愈发感受到命运的奇妙。 轰! 无缘心念一动,选择从空间乱流层降为至空间碎片层。 空间碎片层,完全凝结。 显然空间波动被镇压,却丝毫影响不到无缘,它对空间的掌控已超越这里的镇压之力。 从来没有无敌的规则。 所谓的规则,只要实力够强大,都能打破。 百风流域,乃雪光物境内域极度危险的一处区域。 当年,卓海悦就是在百风流域救下了无缘法身。 其中一片虚空,悬浮着一座黑色山峰。 四方虚空中,正不时有寒风浮现, 继而不断撕裂虚空,山峰上正有四道身影汇聚成一团。 殿下,这次又杀死了两名天仙,又得到了不少宝物。 是啊,殿下就是厉害,不出手则已, 出手直接撕裂了那位天神的神体,哈哈。 三名白袍天仙吹捧着。 他们都是百玄公的普通天仙, 实力也就天仙一二种水准, 数天仙中垫底的存在。 不过,他们三位天仙联手, 却能施展一联合秘术,防御力较强, 才得以让黎玄殿下看重。 对三位天仙来说, 跟随一位未来注定是星主巅峰, 乃至有望成星君的爵士天才。 还是很愿意的。 别太大意, 百风流域不同于寒霜雾海, 这里是非常危险的。 银皮肤的黎玄殿下淡淡道。 是,殿下英明。 三位天仙道。 想无透完整的中卫法则, 可真难,到底该如何突破。 黎玄殿下皱着眉头, 默默修炼着。 修炼数十万年, 他早就达到了中卫道与九重, 但最后一步, 无论如何也跨越不了。 跨过去, 便能一步登天。 忽然, 远处平静虚空中, 猛然间就仿佛暴乱, 紧跟着一道道寒风出现。 呼啸着攻击, 交错切割。 动静极大。 嗯, 黎玄殿下不头抬头, 望向远处虚空, 三大天仙也不由看过去。 有人吗? 好大的动静, 有人敢在摆风流域中闷闯。 瞧一瞧, 三大天仙不断开口交流, 眼眸中都流露出一丝煞意。 他们等在这里, 就是狩猎。 唯有黎玄殿下不同, 不知为何, 他心灵深处, 本能闪过一丝不安, 仿佛有什么大危险在靠拢。 这是重本能。 他虽为修炼因果秘术, 可导致感悟极高, 越是强大, 对命运感知会越清晰。 很快, 在远处虚空中, 迅速走出了一道身影。 顿时, 黎玄殿下三位白袍天仙都看清楚了, 那是一道白袍身影。 帝仙, 净是帝仙, 帝仙能扛住这么多道寒风。 三位白袍天仙都傻眼了, 感觉有些匪夷所思。 是他, 是时空地仙, 是明剑。 黎玄殿下眼神微眯, 却是瞬间站起身。 他经历过抓捕无冤的那次风波, 更曾和无冤交手过一次, 记下了神魄气息, 即使无冤变换外貌, 也瞒不过他。 况且无冤还没变换外貌。 明剑, 时空地仙, 是他, 的确是他。 三大白袍天仙也终于认了出来, 他们虽没见过无冤法身, 但也知晓时空地仙明剑的大明。 可以说, 闯荡雪光雾镜的, 无人不知, 无人不晓。 搜, 只见无冤几步迈出, 空间都仿佛扭曲, 迅速靠近他们, 在仅剩下约两百万里的地方, 停下来了。 这般场景, 令三位白袍天仙脸色微变。 黎璇殿下心中同样吃惊, 但自持强大实力, 令他表面仍保持着平静, 笑道, 是该称呼你明剑, 还是叫时空地仙? 随你, 无冤平静道, 行, 那就叫你明剑。 黎璇殿下笑道, 当年一战, 你仗着时间, 法则才落荒而逃, 今日见到我却不慌不忙。 难道, 你一人也有把握在我手上逃命? 这也让一旁的三位天仙放心下来, 玄璇又醒悟, 他们都是天仙, 何必惧怕一个地仙? 黎璇, 我是专门来找你。 无冤忽开口, 专门找我。 黎璇殿下先一愣, 玄璇又笑道, 难道你是想通过我和我百玄工作交易, 卖掉你手上的黑魔星辰? 若你愿意卖掉黑魔星辰, 我可以不在意过去的恩怨。 他丝毫不将无冤放在心上。 不, 黑魔星辰不卖。 无冤摇头道, 我来, 是为了, 杀你。 一片寂静, 杀我。 黎璇殿下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, 脸上露出了吃笑神色, 就凭你一个地仙, 来杀我和三位天仙。 几乎是一瞬间, 轰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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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大白袍天仙就爆发了, 它们三大联合一体, 瞬间形成了一众强大无比的法阵, 整个法阵宛若一座巍峨山脉般, 散发着浓郁的土黄色气流。 轰隆隆空间撕裂, 三大白袍天仙引领法阵, 横扫虚空, 直接轰击向无冤, 近身逼迫冥剑, 给殿下攻击寻找机会。 三大天仙的目标很明确, 它们三个实力弱, 作用主要是辅助。 杀, 一转殿下也在同一时间动手, 既然要一战, 那就不必多言。 明剑同时兼修时间和空间, 无比擅长逃命, 他的攻击也很不错, 诡异莫测, 但缺点是法力很弱, 但他的天赋极高, 数十年过去, 实力恐怕又有进步, 得小心。 一轩殿下可不是鲁莽之辈, 自从结怨, 他一直在刻意收集有关民间的资料。 民间最大的弱点, 就是裁地仙, 法力很弱, 可依旧能爆发出了天仙门槛实力。 以无比逆天, 说明有接近新主的道之感悟。 先是他一二, 看他有什么手段, 离玄殿下眼神冷漠, 滑,滑, 只见四道荧光环绕周身, 一重重零顶浮现, 做好了完全防御准备。 搜, 其中一道荧光呼啸天地, 瞬间以超越光速的恐怖威能, 滑过虚空, 展向了无冤, 真够果断的。 不愧是百玄公的殿下, 无冤心中赞叹了声, 但他的眼眸也在瞬间变得凌厉, 扫过了三大天仙和离玄殿下, 施展了神魄秘术, 星空海三大绝学之一, 星印。 当初, 无冤从时空密点海量法门中 选出了三大法门, 其中一门便是星空海, 乃是时空道主所创之绝学, 兼攻击防御于一体, 大部分君主所修炼绝学, 也就这一层次。 星印便是法门三大绝学中的群体性神魄攻击, 以撼动敌方神魄为主, 不求杀敌, 只求影响敌人。 这些年, 无冤虽未刻意修炼, 但自形成十二众元神, 加到之感悟极高, 不知不觉中, 就已将星空海修炼到极高层次。 轰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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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本还气势滔天的三大天仙, 离玄殿下, 猛然间, 只觉一道恐怖无比的冲击波席卷, 自己的心灵神魄, 天地都仿佛在乍响。 真正极高明的神魄秘术, 不是单纯针对神魄, 更会针对心灵缺陷。 瞬间, 三大天仙, 离玄殿下眼眸中都闪过一丝茫然, 显然都受到了极大影响。 离玄殿下实力虽更强, 有极强的秘宝阵守神魄, 可他的神魄比天仙要弱, 所以神魄防御并不比三位白袍天仙强多少。 当然, 这种影响或许仅有一瞬间, 但对无缘而言, 这一瞬间已经够了。 去! 无缘双掌掌掌心中, 各有着一众剑阵, 每一重剑阵都有九柄仙剑凝结, 交织着浮现出强大浩瀚的时空道文。 催动九柄仙剑合一, 这绝对是寻常地仙乃至上仙都无法想象的事情, 索要法力太庞大, 对神魄要求也高得可怕。 但以无缘的神魄导致感悟, 却能轻松做到。 一剑下, 就算一方小世界都得受到重创乃至被撕裂。 滑, 滑, 杨柄凝结而成的时空神剑, 同时滑过了虚空, 在虚空中一闪即逝, 下一瞬就都各自出现在了数百万里外。 不, 不单单是出现在数百万里外, 其中一柄仙剑直接出现在了三大白袍天仙的法阵内部。 无缘的剑能够突破空间乱流层, 再由高维降至低维, 可无视大部分所谓的防御手段。 嘟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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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剑掠过, 就仿佛游过虚空, 不留丝毫痕迹, 三位天仙身躯瞬间湮灭。 死, 时空九剑第四式, 虚空无痕, 嗯, 不好。 黎玄殿下终于清醒了过来, 他惊怒无比, 恰好见到了麾下天仙陨落的场景, 本能想要逃窜, 也想防御无冤, 但这时, 已经晚了, 扑斥无声无息, 另一柄时空神剑, 忽然从他身前百米虚空中浮现, 紧跟着直接洞穿了他的身躯, 见光动发, 湮灭, 整个虚空彻底安静下来, 真是弱小啊, 无缘微微摇头, 挥手收起了几人留下的诸多宝物, 今天情况好些, 没有再高烧, 只是咳嗽还在加深, 明天应该还会好些, 应该能恢复正常保底, 感谢工作室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